好 回到節目的現場 我們繼續趕快來談一談 現在當然你看到 不斷的在打韓 當然不僅僅是有 綠營的人是猛打韓國瑜 也看到了就是黨內互打的情形 其中看到郭台銘董事長 對於韓國瑜的許多的表現 他的談話 他的行為 都滿有意見的 那麼當然郭台銘 郭董事長 最近你也發現了一個 很有趣的現象是 這樣子也跳出來去質疑 或批評韓國瑜 讓他自己的聲勢 似乎也起來了 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個民調的部分 一看這個數字 還有這個數字 哇 居然兩個人拉平了 這個郭台銘 郭董事長 他的這個數字 這個最新的這個民調 是來到24.6 而韓國瑜24.6 剛好這兩個人 怎麼看起來平手了呢 那難道說現在郭台銘 他最近不斷的去 他也去打韓國瑜 這一招是真的 咦 有效了嗎 我們來趕快先請這個 龍介先生來幫我們評論一下 我要跟各位 韓國瑜的支持者分享一下 如果你真的支持韓國瑜 就是說你一定要堅定信念 然後擴大支持的基礎 3月18號 賴清德在登記參選的時候 蔡英文輸他將近20% 將近20% 大概他們今天晚上就做完了 逆轉勝了 明天就要公佈了 可能蔡英文會逆轉勝 你看短短兩個多月 執政者你就可以看到 如果將來韓國瑜出現以後 最後這半年他會面臨到 怎麼樣鋪天蓋地的 醜化 扭曲 抹黑 連行政院長 同樣是民進黨執政 剛卸任的行政院長 都會哀哀叫說 你不要再把我抹黑 用國家的機器 在我們台南市政府 台北市的辦公室 坦白講連我當議員 都不知道那一間在哪裡 他去開會 八個人開會都會被拍到 然後賴清德公開要求 蔡總統 你不要再用網軍對付我了 那你就可以知道 執政者他會用什麼手段 來對付 他連自己的同志 都這麼要搞了 如果這樣他要怎麼對付 韓國瑜你就知道了 所以我覺得說 在初選的過程 可能現在有人說的 民進黨快定一尊了 那定一尊他開始就算了 我要讓什麼人出選 他開始會操作讓他的支持者 介入國民黨的初選 所以說讓某一個比較好打的 我來是不是影響一下 那民進黨你看他們 冠票給郭台英文 他們很公開 你接到電話的時候 你要講唯一支持蔡英文 然後問你賴清德跟韓國瑜 怎麼樣 唯一支持蔡英文 最後唯一支持蔡英文 然後你幾歲 其實你已經72歲 你要說27 他就是這麼教的 所以整個 為什麼國民黨這次初選 就是說所有候選人 你不能宣傳 怎麼回答民調 你不要72歲 你就好像講27 因為有加權 27因為你用一般 式化來調的話 年輕人少 你只要講27歲 這一通就可能等於兩通半 就變這樣 因為我們要做到5000通 所以要做到3000通 所以你一通電話 就等於兩通半 可能這樣 所以我就覺得說 未來韓的支持者 就大家一定要堅定 尤其是民調那幾天 我拜託一下 你一定要坐在你們家顧電話 蔡英文多落實 大家問你開 問你七桌 坐在顧電話 然後他又怕你聽到 手機民調會不厭煩 因為手機民調他做得比較長 可能你在室外講話 我接到 我就接到 我感高鐵 你問什麼 民調 秦德兄 我有支持你一票 但是我忘了講我27歲 所以這個就是說 當你現在 我們面臨到後面要競爭的時候 民進黨他大概 明天就會定於一尊 後續還有二十幾天 大家要提高見面 不要受到這些影響 慢慢的 我也會建議韓市長說 慢慢一定要從領導中心 就是說從 因為你一直想說要顧市政 不參加初選 不辦初選 可是透過這些造勢還不夠 因為造勢你沒有散播一些 讓你的支持者怎麼在這一次的初選 我們怎麼贏 而且我們重點也不是只有贏初選 我們必須要贏到1月11的大選 那是終極目標 所以這個過程裡面 我一直對其他候選人都是很友善 因為將來我們希望其他五個人 都能夠幫助韓國瑜 所以這一點 我希望說在所有的支持者 當我們在造勢 這個禮拜我會到雲林 你怎麼知道那多少錢 他們告訴我你如果不來 我本來要帶男人去 我現在不愛去 我說為什麼 而且要我中午就去跟他們 陪他們吃飯 他說我們分店的鄉親 天安顧的我還很愛看到你 叫你一定要去 叫我越大就要去下面吃飯 他說你要來感受我們這些 菜農的熱情 他會告訴 他就是說他要告訴我 為什麼韓國瑜在北農 我們會這麼懷念他 他在北農的時候那一段日子 我們菜農的實際收益 為什麼會增加 為什麼現在會減少 以前他當總經理的之前 我們也沒那麼好 像賣菜的 他們說這個最簡單 我們最北農的 我就跟你說韓國瑜在做 我們一年多少三萬四萬 你不要小看三四萬塊 對一個農戶來講 他一年多的這三四萬 等於他一個月收就多三四千 你聽不懂嗎 所以盲看這錢少 但是對他們來說 我種菜我一個月多三四千 一樣的工錢 我賣的菜多三四千 我會很感動 所以這次包括這個民調 我會覺得韓國瑜的支持者 不要大意 因為不是我們 可以從這個民調看出 是可被操控 可以操作 當然如果是影響說 讓什麼人出選我比較好拍的時候 你不用反正民進黨不會操作 他會去操作 但是有的人是 他操作也不一定有效 所以很多韓粉 包括去公教那裡 現在譬如說我們在這裡評論的人 韓粉會去你留言 我放這些好朋友 這些韓粉 你如果要填韓國瑜 你也要害韓國瑜 你也要害韓國瑜 你也要害別人的FB等人留言 當知識 什麼 又激化對立 今天不說韓國瑜的好位 他不願意什麼人 不願意什麼人就不行 我認為不好 如果你真的是支持韓國瑜 你不要惡搞 我們會讓韓國瑜的支持者 繼續的凝聚 這樣比較是真的 眼放眼1月11的大選 我們看到這個數字 其實大家有注意到嗎 這個郭台銘 郭董 他的這個曲線 我們是沒有畫出來 不過他的這個曲線 在最近是上揚的 朱衛倫他其實也有略微的上揚 只是如果從數字來看 他還是有的拚了15.9 還是落後 郭台銘跟韓國瑜這兩位 不過這兩個人 現在這個差距不斷縮小 甚至還變成拉平的情形 剛才龍建仙有提到一個重點 就是這裡面是不是有率的選民 他們在挺郭台銘 也就是說反正先把那個 比較好打的人拱出來再說 這也不是沒有可能 這一份民調 他其實就是仿照國民黨 用這種式化全民調的方式來執行 做出來的一個民調的結果 現在好啦兩個人持平啦 大家也要知道 馬上七月要到了 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了 競平 到時候其實就先把初選這一關 搞定再說 拱出一個其實是他們認為 郭台銘可能比較好打相對於韓國瑜 所以就想辦法先讓這個初選 讓他出現 韓國瑜恐怕就比較沒有勝算了 會是這樣的 所以其實明年也都看得出來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戰略打法 國民黨這五組的總統候選人 不管是張亞中 郭台銘 韓國瑜 還是朱立倫 這全部其實大家都心裡面 要有一個非常清楚的概念和觀念 不要為了贏了初選 你還想要打大選嗎 彌平傷痕是更難的 這五組的候選人當中 我發現到就只有一個 郭台銘先生 他還沒有簽初選公約 他認為說初選規則定都還沒定 簽什麼簽 但是其實他要搞清楚一個狀況 初選公約是什麼 初選公約是約束你參選人本人 包括你的支持者 你的團隊 你的幕僚 不要做互相公結 你打初選沒有關係 但是你不要去批評對方 你不要弄得水火不龍 然後刀劍相向 自己人砍得刀劍骨 然後血流成河了 你以後初選結束之後 你還怎麼打大選 而且你就算是初選輸了 你還要去幫贏的人 這個就是初選公約 最重要的精神 跟他的目的和意義所在 所以郭台銘不簽 他說初選規則 都定都還沒定 變來變去的 到時候我簽什麼簽 這不是他哪來模糊焦點 不是說什麼初選規則定 我要告訴郭先生 郭董事長 也要告訴大家 初選的規則 在5月15號中常委 就定了好不好 中常委那些中常委員 國民黨是一個共識決 你們常在批評國民黨主席 吳俊宇 但是你看看國民黨 三十幾個中常委 當時就講好了 民調85%對比 15%這個互比 所以雖然郭董 他提出來的郭發點 我非常不能接受的 裡面還提一個 所謂的什麼備案機制 這個是什麼跟什麼 從來沒提過 我覺得國民黨 還要再做什麼冷浪嗎 已經為了郭董 你當時所謂的4千萬元 都這個無條件 無期借貸給國民黨 所以國民黨很快幫你 量身訂做 發了一個榮譽的證書給你 然後也認可你的黨員資格 很快速也認可你參選的 總統大選的資格 所以這也是聞所未聞 古今未見 至少我從小長大 然後我加入國民黨以來 我也沒看過國民黨 有這樣的一個 這麼快速的這麼效率 就如同當年富士康在 申請上海掛B股的時候 大陸北京大陸很快速的這樣 通完35天 就可以讓他在上海掛牌 一模一樣的這個狀況 今天你又要拿這個黨內 已經訂了規則來指三道士 明明初選了這個民調的辦法 到底85% 15%的比例 還是全部都是對比式的 郭董提出來是全部對比式 當然被否決了 這個中常委當時就提過 就沒有要讓你方案的意思 還有再來 你最心心念念的手機民調 說民進黨都拿手機民調 其實手機民調OK 沒差 我也無所謂 沒意見 如果今天大家 港內大家都說要手機民調 那就手機民調 雖然這五個人裡面 四個人贊成 一個人反對 因為採共視覺 只要一個人反對就不成 郭董就是提案那一個 問題是中常委5月15號討論的時候 就排除了手機民調的制度 當時中常委 包括中常委提出來的質疑 還有很多國民黨裡面 在研究相關辦法的人 都去請教過民調公司 認為說手機民調還是不完全 國民黨還是傾向採用 行之有年的家戶中的 這樣一個電話民調 那時候也是這樣的決議 你這個時候要提出來方案 你不是等於去打領中常委嗎 中常委憑什麼幫你背書 所以我覺得你今天 國民黨中央是尊重你這五組參選人 然後所以把你們幾個人 全部都找過來 好好的閉門談一談 但是你為了打初選 我覺得真的是沒有了風度 也丟掉了你自己的 想要選總統的那種高度 怎麼說呢 除了你提出來這些意見 全部都被否決之外 你等於讓自己自取其辱 然後你在那個會議裡面 感覺是好像 要人家聽你去講什麼 我告訴你 如果我今天是 任何一個候選人的代表 或是我是其中一個候選人 我一定當面唱他 你想選總統 我們就不想選嗎 大家的地位是一樣的 不是你有錢 你就可以在裡面講話 就比較大聲 然後把國民黨這些 所有副主席 秘書長 五人小組 然後當場好像就聽你訓話一樣 中常委和國民黨 是讓你踩在腳底下的嗎 所以我承認 他們的這樣戰法正確 怎麼說 不簽初選公約 我就可以持續攻擊你的對手 所以你均不見 我說你難道沒看到他身邊的人 包括杜紫誠在內 到今天還在發文酸韓國瑜 到那些所謂 很靠近他的一些智囊團 或者跟他很好的這些 不管是財經政商界或名嘴 到現在都還在罵韓國瑜 韓國瑜有沒有對你講出一句酸語 沒有 就連反送中的香港的運動 你都要去捕刀韓國瑜 你都要去捕刀韓國瑜 他臉書上面剛剛稍早也有回應 你都要去捕刀韓國瑜 然後還要說 其實我三月就提醒了韓國瑜 不要進忠連辦 怎麼樣 韓國瑜的副市長葉曠石就說 他可能記錯了 他說我是倉介強 我是董事長 我怎麼會記錯呢 好像挑戰他 好像踩到他紅線 好像讓他見銷燈熟 不用這樣爭 不用真的面紅耳吃 國民黨不是紅海集團 國民黨也不是讓你踩在腳底下 讓你這個發言羞辱 好像當作你幾年前 我們看到那個網路的畫面 一個員工不認識你 然後就這樣指著人家鼻子罵 還要叫大家聽你50分鐘的訊話 所以我說他沒有了風度 也沒有了高度 就是在這裡 憑什麼國民黨要為你修改規則 從頭到尾修改了這個辦法 修改了淋漓盡制 不修改就不民主嗎 那怎麼不說你進來參選是個插隊 是開特例 開特權 也是一樣不民主 有這個手指去講別人 四個手指指著自己他知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說 你今天不簽那個公約 我就高度懷疑你 放任你的這個支持者 還有你所有挺你的人 不斷的在媒體上 在網路上 在臉書上 去羞辱韓國瑜 去打他 去酸他 成功 你的確做到了 韓國瑜的民調掉了 但是我提醒你 用朱立倫的話來提醒你 郭董漢任何一個想黑韓的人 因為如果你讓韓國瑜的民調 持續的下降 你的做法跟吳子佳這些支流 跟這些人一模一樣 沒有兩樣 你的目的是打擊韓國瑜沒錯 韓國瑜的民調被你拉下來 沒錯 中間選民 還有一些年輕人 可能會流掉的 你不要天真以為 中間年輕人就會流到你那邊去 錯 還有這些所謂的範例 認為你比較 韓國瑜比較難打 跑去你那邊 但是真正大選的時候 請問這些範例 還有民進黨會投你嗎 不會 你不要吃人做夢好不好 而這些的這個做法 在這個時候初選的確奏效 可以讓韓國瑜的民調 呈現的是個下滑 但是朱立倫講過 你不要因為說好像重點 放在這個所謂的互比 而是要不要互打 而且你不要因為打了初選之後 到時候讓韓國瑜民調下降 民調不會灌到你各個候選人身上 包括郭台銘在內 萬一跑到了柯P 萬一跑到了別的黨派 或第三次 或是又流回民進黨 這就是朱立倫的提醒 所以我才說 不要為了打一場選舉 讓你的這個真面目 尤其是真寧的面孔 真相畢露 而且讓你整個高度風度 全都沒了 何苦呢 而且初選贏了又怎麼樣 你還是輸了大選 就像我們的兄弟王偉漢講的 國民黨就變成不會贏 這是你要看到的局面嗎 你這樣子打下去 我高度懷疑 你是不是來亂的還是來臥底 是 可是最近他這樣 一直不斷嗆韓國瑜 甚至去嗆大陸的做 郭台銘 郭董 他可能真的覺得這一招是有效的 我們看看他的這個支持者 你看這個中間選民就佔了16.5% 泛率的選民有多少 29.2% 那加上因為王金平有退選初選 那是不是他也可能可以吸得到 一些他們的支持呢 但現在看到這樣的一個數據之後 有網友就在質疑了說 郭董你到底是哪一黨的候選人呢 你會想要去拉淺綠的選票啊 還有初選投你 難道大選也會投你嗎 到時候會不會就歸對了呢 你要想清楚啊 所以你現在這樣子做 你這樣子想 是不是可能都已經是什麼 都已經中計了 因為這麼簡單的陰謀 難道你都還不懂嗎 恐怕有很大的問題 這一點我想請麗娜議員 因為你也了解很多的 淺綠的選民們 他們的心態 我們要問的是 郭董會不會太天真了點 如果蘋果的民調 再繼續這樣做下去 我看下個禮拜會不會看到 郭台銘的民調是贏韓國瑜的 現在都已經打成平手了 從每一個候選人都發現 其實一剛開始的時候 郭董我都認為就是說 他拿不出新的一些思維 然後沒有新的政見 反正他就是先追著韓國瑜 所有的這些發表的言論 跟著後面在追 然後不斷的就是去淨化 韓國瑜所講過的內容 然後去吸引別人的注意力 一直以來都是這個樣子 的確在這一段時間 我們可以看到 他攻擊的力道 是越來越強 越來越強 我原則上認為就是說 其他的國民黨的這些候選人 事實上在對韓國瑜上面 是比較友善的 像朱立倫來講的話 他的言論就比較溫暖 常常給韓國瑜一些支持的聲音 但現在看起來似乎好像 大家都覺得這個方法是有效的 現在是大家一起打了 所有人都是 不論是什麼樣的一個議題 只要是針對韓國瑜的部分 好像每一個人都要插一腳 來說一句 然後跟他提出相反的這些說法 不論怎麼樣 我覺得當然一定是認為 這個方法對於民調的確是有效 然後對於引起別人的注意力 是有用的 甚至對於就是韓國瑜的這一些 就是攻擊的部分 造成韓國瑜往下掉的部分 事實上會讓自己本身是往上提升 這個好像感覺上是一個對的方法 然後是有效的方法 所以大家一起來攻 一起來打 但是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可怕的現象 就是說這些如果是黨內的部分 也許OK大家打一打之後 會產生一個候選人 那個候選人是誰不知道 但我很期待就是說 大家把這些遊戲先看清楚 到底是怎麼樣 因為畢竟現在 韓國瑜他一方面要盲市政 事實上他整個資源上面 也是最少的 不要說是 就是說選舉的資源 光是我們現在打登革熱來講的話 登革熱狀況 我們今年跟中央要了4千多萬 連疾管署要給861萬 到現在都還沒有 資金都還沒有到期 然後他交投爛額 這不是也是一種卡嗎 這是一種卡 就是讓我們的這個 萬一真的就是說 在這些人力配備 投藥 快篩 各方面沒有辦法順利進行的時候 會不會造成疫情上面的問題 疫情上面有問題的時候 大家又剛好可以打函 這是到底是傷害誰 我想受傷最大應該是高雄市民吧 真的不應該要用這種事情來 處理登革熱的問題 我覺得中央應該趕快給錢 但我要講就是說 資源這麼少 但是他又要顧高雄市政 大家剛剛龍介有講說 不要再顧 有些高雄市政真的占到 他太多的時間跟比例 就是說要選舉的這件事情 怎麼辦的問題 你看他還要再去外面 去把這個盤顧好 各方面的這個狀態 其實真的對韓國瑜來講 沒有其他的組織 然後可以再去應付 這一些這麼龐大的一些攻擊 所以對韓國瑜最好的方法 就是忠於自己 我把自己本身好好的做好 讓別人看 但問題是這些攻擊的力道 真的太大了 這邊丟一個 那邊丟一個 每一個人對他的攻擊 讓他真的是每天都要疲於去應付 內 外 所有的事情 對他來講真的很困難 但是郭台銘的民調是有趣的是說 泛綠的選民有29.2%是支持郭台銘 但這麼多泛綠的支持的狀態 讓我想到我自己的選區 因為我的選區 事實上也是比較綠的選區 所以其實我常常在聽他們講 就是說民調怎麼樣怎麼樣 他們自己在本身的民調上面 他們常常就用這種方法 就是他們覺得哪一個候選人 是比較難 就是難打的候選人 哪一個是比較好打的候選人 他們就把票 民進黨或是泛綠 就把票都灌到他那邊 比較好打的那一個人身上去 然後讓他可以跳出來 成為候選人 真正的候選人之後 我之後大選再跟他打 就容易多了 這個方法 我們常常在民進黨的 這個支持者的身上 常常都聽到這樣的一個言論 所以郭董事長可能要很小心 就說像這樣子的一個支持的方向 到最後這一些票的走向 真的是投向你嗎 這個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大家現在這麼用力的 在互相攻打的狀況底下 我們應該要考慮的是說 所有這一些力量 如果沒有團結起來 到最後產生分裂的時候 這些支持 原先支持韓的人 會心甘情願的去支持郭嗎 這也是另外一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 在大家所有的候選人一樣 團結才是勝選的唯一的方法 沒有團結大概都不用講了 是啊 而且現在大家在看 郭台銘 郭董事長 好像常常在生氣 常常在不高興 像昨天在跟國民黨 在開座談會的時候 一口氣就罵一罵罵了50分鐘 旁邊的人全部都得乖乖的聽 大老闆講話 馬上回來要告訴你 說到了郭董的怒氣 昨天就展現在國民黨 在早上的這一場座談會上 那麼本來在進行的時間 不需要這麼長的 但是沒有想到 因為郭董 他巴拉巴拉講了50分鐘 結果時間就拖長了 到底為什麼呢 他有什麼話想要說說的這麼久呢 原來是因為當時正在討論的 就是接下來要舉行的 這個電視願景說明會 那麼在電視上 要來針對這個政見來說明 來發表 那一場接著一場 從南到北 一共三場 結果一聽到說 第三場是中天 來負責轉播的時候 這郭董就不高興了 他就一直不斷的 在細數中天過去 所謂的一些報導 他認為那些都是在黑他 所以就怒斥了50分鐘 但我們就要請教郭董了 那聽到這個中天不行的話 那難道是要青綠的電視台嗎 那麼你才滿意嗎 過去看到韓國瑜 在上這個青綠電視台 在接受訪問的時候 這個還曾經好像要被修理 要被洗臉 難道你希望自己這樣被對待嗎 那再者我們也要來看看 其實這個郭董很努力的希望 來塑造他親民的形象 記得嗎 之前不是還幫記者綁鞋帶嗎 後來也舔盤子對著鏡頭 還有又去訪雞排博士 說人家很棒很了不起 但是你看 昨天我們也看到霸氣的郭董 他旁邊的助理居然是這樣蹲著 要幫他準備提詞的 這個是郭董 這個穿西裝筆挺這個是郭董 旁邊就是他的助理在負責要提詞 可是是這樣子蹲在霸氣的郭董旁邊 你說這樣的郭董 到底是不是真的庶民 真的接地氣 來 友智 最近郭董構成不得中 不得中 中就是 應該要怎麼解釋 撒嬌 撒嬌就帶一點不高興 惱羞成怒 類似這樣 第一句話就中 應該聽得懂 台語應該聽得懂 所以我一講中 謝龍基馬上 聽得懂 因為很符合他現在的性格 你看從中聯辦 先講出那個話對不對 在備案條款 再說5%的人可以不要選 這聲音又有一個新的 對不對 為什麼要去中天 我就是不喜歡中天 怎麼給他轉播 你以為我很喜歡買iPhone 是鴻海代工的 如果有別的工廠代工 我還願意去買別的 我沒辦法 都是你代工的 我只好買了 我也沒有因為 iPhone是你代工的 我說我不買iPhone 看產品 一樣的道理 現在這幾個 要做政見討論發表會的 不過就是中天 東升TVBS 你才滿意 沒錯吧 如果我今天突然講說 那我們去三立民事辦好不好 我跟你講我保證你 他還要轉 你相信 為什麼我要去那個地方 平常一天到晚在罵我 為什麼 不然你要去台 不然跟我說什麼 不然你再開一台好不好 就是這樣子 那有什麼好轉的 你轉到最後 不是大家還是在講說 你霸氣總裁又回來了 不過換句話講 選舉那次的都算過 這個也算過 這個也算過 我跟王牧大哥沒有選過 我們還不太能揣摩那種心態 我講一句話 你們應該就會會心裡笑 什麼樣的人會中 輸的人會中 沒錯吧 你如果現在贏贏的生 你一定是在那邊 人家會說 王牧大哥這個人家在講你什麼 沒關係 反正我贏他12% 心裡OS不是這樣 我跟你講 謝龍介在外面一直講你 台南地方講你多難聽 說你又要跟人家吃飯 又要跟人家什麼 沒關係 原諒他 是不是這樣 今天如果是王鳳大哥 輸謝龍介輸12% 王牧大哥跟你講 謝龍介那個人 我在外面講 真的假的 這種人我看記者會罵他 不不不不不 選舉就是這樣 所以郭董最近這麼樣的中 我的解讀就是 他的滾動式民調 可能還處於落後的地步 所以這個民調 我是打一個問號 如果今天他已經贏了 逆轉勝了 那種態度 那個泱泱大度 那種樣子應該就會出來 就是因為國底輸 還在輸中間 所以他才會顯出那種焦慮 那個也看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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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們的公關公司 操作這幾波有沒有用 有啦 如果你看這種 就有用嗎 數字的變化看得出來 但是光這幾個動作 我一句話 送你們這些公關公司 跟郭台銘 我想你連賴清德都不如 講這樣夠重了吧 你郭董你連賴清德都不如 你不屑 你不喜歡的賴清德都不如 賴清德曾經講過 我寧願乾淨的贏 我不要骯髒的輸 對不對 人都要講這句話 從頭到尾對他的對手 口不出二元 寧可現在被人家打成這個樣子 蔡英文用盡國家機器 找他的麻煩 他也不願意去口出二元 可是現在你用了什麼方法 只為了得到什麼選票 第一 中聯辦 他不是講嗎 韓國瑜 早就叫他不要去中聯辦了 他自己要去 他要什麼票 反中的票 一點點靠綠的票 他講那個備案條款 要講什麼 相公無見意在佩公 佩公是誰 韓公 他要打哪一些反韓的票 他要講一個更羞辱人的 那些民調低於5%的不要選了 他是跟周錫瑋跟張亞中在講 他就是要告訴這些人 你們不要在民調電話 給張亞中周錫瑋沒有用 接到的時候直接說郭台銘 因為反正只有5%1.6% 剛才那個數字不是這樣嗎 5%以下的不要選了 選我 就是郵離票他也要 所以反中 反韓 郵離票全部都要 都要吸收 可是與其這樣子 你用這種方法 打到最後 抬抬抬抬抬抬抬 當每一個人卸下這個 你就算贏了 回頭看看自己的傷口 那邊你撒一刀 後面你還給我倒一下 揍揍手之後 前面揍揍手 後面下毒手 下來台之後 你又說我們現在一起合作 看看手上的那個傷口 為什麼 會不會有這種現象 那不是你們國民黨 現在最怕的狀況嗎 可是現在正在有人做這個狀況 何苦呢 你應該改變任何的選舉方式 我再把賴清德那句話 回去再送給你 你連賴清德都不如 我寧願乾淨的書 也不要骯髒的贏 你現在在坐前面來坐後面 郭董你比我聰明 財力比我多 比我不可一世 你想想小弟講的有沒有錯 我對這張照片 我其實特別的好奇 大家再看一次 就是這個霸氣的郭董 站著在回答媒體記者的提問 他被記者包圍著 可是旁邊的這個助理 其實真的很辛苦 你看他 他非常專注的在聽郭董的發言 你看他專注的眼神 而他還要這樣子整個人蹲著 說實在這郭董 他回答問題的話 這個至少也要個10分鐘 這樣一直這樣蹲著 其實真的是滿累 滿辛苦的 然後要一直很專注的 隨時要準備替郭董來提詞 提醒他要怎麼講 或者是哪個地方有疏漏等等 但是我們就在想 這樣子的一個畫面 不是又讓人感覺到 這個霸氣的郭董回來了嗎 所以這郭董才真的是 大老闆的這個形象 還是沒有辦法拿得掉 是讓人覺得挥之不去 原知其實你也擔任過發言人 這個發言人有的時候 或者是說旁邊的幕僚 就是在旁邊 其實來負責幫忙提詞就好了 要這樣蹲著 真的滿辛苦的 而這樣做的話 豈不是讓你的老闆 讓人家就覺得說 他真的好霸 跟郭董想要營造的那個形象 接近庶民大不同 以前我們老闆 從來不需要我們提詞 他本身就非常厲害 口條也都很好 而且他時間抓得非常精準 他知道媒體 一遮電視台 新聞就一分半鐘 你不需要講到太長 人家也撿不進去 我覺得這是一個互相尊重 如果說人家訪問你 你一講都要講50分鐘以上 大家全部都傻眼 你也是浪費大家時間 大家互相達到彼此的需求 我覺得這樣就可以了 我覺得郭董這一點 可能還要再習慣一下 至於說那個小編也真的是滿可憐 因為這樣蹲腳應該會滿麻的 我一直覺得 我覺得郭董 我把它形容一下 我一直認為他是一個 誤入政治叢林的大老虎 為什麼這樣講 他過去在鴻海集團 他是霸氣總裁 他說了算 他不高興的員工 他FIRE 他不想去的市場 不要去 討厭的客戶不跟你做生意 他可以決定一切 公司的規則 SOP都有他來定 這都OK的 因為你是老闆 你做決定 可是你當你進入到 民主政治的森林裡面的時候 你就要學會民主政治的遊戲規則 是什麼 尊重多元的聲音 服從多數 尊重少數 一定會有人挑戰你 可是你要尊重人家意見 你不能說只要跟你意見不符 你就把人家打成好像是欺負你 然後每天在那邊討拍 跟玻璃信一下 玻璃碎滿地 就像國民黨 當然大家意見會有非常多 會跟你不一樣 你也要尊重 你不能說一不一樣就開始罵 一罵罵50分鐘 美國有一個開國原信約 應該叫傑佛遜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他講過一句很有名的話 他說寧可有報紙而無政府 他們對媒體是這麼尊重 即便是媒體每天罵他 但是有媒體才有民主政治的基礎 所以他是非常尊重新聞自由 你怎麼會去跟新聞搞對抗 這完全不符合 民主政治的一個規則 所以郭總現在一直想要 營造那種親民的形象 有沒有 故意去住人家家裡 還不睡床上故意睡地板 我還不相信你平常在家裡睡地板 你在鏡頭前面你就睡地板 你這不就刻意營造出來的嗎 你平常你不會去幫人家綁鞋帶 你為什麼在鏡頭前 你就幫人家綁鞋帶 也是刻意營造出來的 刻意營造出來也沒有關係 但是你從此以後 你所有做的事情都要一致 人家才不會認為說 你前面做的這些事情 都是刻意做出來 刻意做出來就兩個字 跟柯文哲一樣假掰 在國外有椅子不做 非要做地板 有行動電源不充電 而且非要去在旁邊 柱子那邊衝 這就故意營造出來的 人家現在的選民很聰明 韓國瑜為什麼名話很高 聲望很高 唯真不破 唯真不破 猝死好不好 真 你在那邊假 人家就會不喜歡你 所以郭董 我覺得你一定要營造這一點 然後對最近郭董 推出一個廣告 我覺得他成功了 就從這個民調看得出來 為什麼成功 你看他民調 為什麼可以跟韓國瑜一樣 有一個原因是因為王清明退選 王清明退選 王清明很多的支持度 都灌到了郭董那邊去 吸走了 大部分都去他那邊 為什麼 因為王清明過去 都比較能夠吸到綠的票 本土 本土的 然後綠的票 這些票移到郭台銘 從這點角度來看的話 他成功 所以你有沒有看到他 他最近的策略是什麼 都要去吸綠的票 吸中間的票 最近不是打一個廣告嗎 那個廣告是我看過 最假掰的一支廣告 他去稱讚蔡英文 稱讚賴清德 稱讚柯文哲 而且他稱讚那個理由 我簡直完全不能接受 他稱讚蔡英文什麼 稱讚蔡英文是一個 學法律的最堅持施法 然後他從哪裡看到 他堅持施法 因為他沒有特色陳水扁 各位觀眾朋友 沒有特色陳水扁 陳水扁可以跟辣妹拍照 陳水扁可以唱卡拉OK 陳水扁可以辦簽書會 陳水扁可以做所有自由人 做的事情 這個跟特色有差嗎 蔡英文如果堅持施法 你應該叫中間要求陳水扁 現在給我進去 你現在好好的 你手抖那麼厲害對不對 你這麼好好的 你為什麼不進去 這叫堅持施法 你已經找不到理由 可以稱讚蔡英文是不是 第二個賴清德的更扯 他稱讚賴清德什麼 賴清德不戀戰權位 他堅持離開行政院黨職務 他現在要選總統 所以他才離開行政院黨職務 你找不到東西去稱讚他了 他稱讚柯文哲更好笑 稱讚柯文哲說他又行動 行動告訴年輕人 堅持的重要性 行動什麼 騎腳踏車 已經沒有別的東西可以講了 唯一想到的就是 一日雙塔騎腳踏車 然後全面全部稱讚完 綠的政治人物之後 最後一個Slogan 好的領導人 就是要看到別人的優點 郭台銘 故意的 你現在就是說 你看只有我可以跟這些綠的 只有我看到他優點 其他人都在罵他 然後講到朱立倫說 我稱讚朱立倫對政策的嫌熟度 好 郭總我要告訴你 你這個是為選舉所推出來的廣告 但你以前怎麼罵朱立倫的 幾年前他罵朱立倫什麼 他本來要在他的工廠的旁邊 蓋一個工程師住的地方 叫做工者有其屋 跟新北市政府要一塊地 然後現在新北市政府沒有給他 他罵朱立倫說 行政效率不如蘇貞昌 你以後不要想要選高位 但問題是那塊地 不是新北市政府 那是國有財產署的 而且地移交給私人 有一定的法律程式 法律程序 台灣還是一個法治國家 不是你霸氣總裁說要就要的 有一定的程序 結果你因為這樣 去稱讚蘇貞昌 去罵自己的同志朱立倫 你現在又要代表國民黨來參選 所以你就會讓人家覺得 你過去做的言行 跟你現在所要包裝的形象 是完全不一樣的 你現在當然人家就會覺得 很容易破功 我再補充一句話就好 郭董昨天去參加國民黨的座談會 罵了50分鐘 結果出來之後 他覺得說很委屈 然後今天接受媒體訪問 然後媒體就問他 他就說 國民黨為什麼沒辦法團結 就是因為缺乏約束候選的能力 為什麼 因為他說他昨天 離開座談會的時候 對媒體是拿著 文傳會的稿子照念 他說可是其他人就亂講一通 他說缺乏 那你不就在說你自己嗎 我覺得國民黨現在 最不能約束的就是你 所以真的 剛剛敬明也罵很多了 我意思是說 我覺得郭董 你真的自己 真的好好想想看 如果說你真的想要代表 國民黨參選的話 我們代表基層聲音 現在國民黨夠亂的 你真的好好地關關 你自己的嘴巴 然後好好的站在國民黨角度 去思考一下 尊重同志 不要拿牙籤搓來搓去 我覺得大家民調才會提升 好 來 社長 我想郭台銘先生 有兩個問題是非常嚴重的 第一個問題就是 郭台銘到底是和平製造者 還是麻煩製造者 郭台銘自己也講 如果當選總統 會當一個和平製造者 不做麻煩製造者 可是他現在適合其反 現在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當成魔 把中國共產黨當成鬼 目的何在 為了爭取潛綠的選民的支持 那這樣子的話 你不誤成了 民進黨的同路人了嗎 再說一句 萬一你當選以後 郭台銘到底要如何 去跟這些潛綠的選民說 我現在要跟大陸交好了 我要改變政策了 過去的說法我要改變了 你要怎麼解釋 那你萬一當選 你要如何確保兩岸的和平 有媒體說 郭台銘是藍版的蔡英文 這樣的說法有錯嗎 他卻反過來大罵媒體 這樣子的一個人 實在是令人覺得匪夷所思 另外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郭台銘為什麼不簽初選的公約 我們從第一條公約 檢視到第七條 將來最有可能產生問題的 應該就是公約裡面的第三條 這第三條主要就是說 不請客 不送禮 不期約會選 然後維護優良的選風 剛好前幾天 這個財訊雙週刊 他做了一個報導 他的報導的重點就是說 郭台銘先生重金打媒體的空戰 同時這個報導內容 他也講到郭先生透過熟悉 操作選舉的公關公司 對政論節目或者是名嘴 不要說是收買 也許有譽註 較大筆顧問費之類的 請大家要注意 這個牽涉到金流的問題 民進黨執政當局一定要 一定查得到 我在想就是說 關於和平製造者 麻煩製造者的問題 我想大家應該都非常清楚 他說不要進中聯辦 然後又批評一國兩制 說香港的一國兩制是失敗的 又說沒有一中各表 就沒有九二共識 然後就說 他的一中各表就是兩個中國 郭台銘就說一中各表 就是包括中華民國 和中華人民共和國 讓人覺得郭台銘 根本就是主張李登輝的兩國論 所以他到底是和平製造者 還是麻煩製造者 因為李登輝在1999年 提這個兩國論的時候 曾經造成兩岸的空前緊張 難道郭台銘先生 你要重蹈覆策嗎 好 那麼但另外一頭 支持韓國瑜的都說 6月15號我們要雲林見 風雨無阻 等一下我們就要來看一看 到底這個雲林的會師 現在準備進行的如何 馬上回來 615這個雲林又要來大會師了 好 那麼現在新人哥在我們的線上 他要跟我們講一下 到底目前準備的情況如何 看起來好像報名的情況 越來越踴躍了 新人哥你好 嗨 怡君姐你好 是 來 請說 現在目前的進度 最新進度 包括人數啦 攤位啦 還有你們到底要做些什麼呢 有哪一些特別好看的節目嗎 好 我先講前面 因為我們現在 要我們南部這邊 台南跟高雄要報名的任數 一直不斷的在增加 雖然是下大雨 但是大家把我的電話都關爆了 那我們已經超過五步要上去了 目前只有 已經有超過五步都 一直要到雲林 陪我和韓市長回娘家 那我們那邊的攤山 我們這裡爭取到了110格 那已經昨天已經關爆了 滿了 額滿了 額滿了 因為昨天雲林 我們是由雲林當地優先選 那其他的把湯會丟給我們 昨天就關爆了 因為雲林他們很發心 在雲林的韓家軍主辦單位 他們說這一次的攤商 統一不收租金 幫我提供電 真的 我們當下我們聽了很感動 那我想說 那既然這樣我也要送信仁查 那倒不如我們把這些 我們這些攤商 我們一起講好了 就是說我們要回饋 既然我們主辦單位對我們這麼好 這些攤商這麼好 過夜市這麼好 我們將會把當天的所得 把部分來樂捐 樂捐給當地雲林的弱勢團體 每一攤都會做 包括我捐贈了2020杯的杏仁查 也要用這個 2020 對 那就是一元也不嫌多 百元也不嫌少 大家來這裡就是有一個凝聚力 也可以做一下善事 做一些有意義的事 所以我前面會放了一個愛心箱 請他們這些公益團體 或是弱勢團體 他們在這邊顧著那個公益箱 一元一元的讓他們投 甚至一百億也沒有關係 就是要把當天的收入 全部捐給雲林當地的這些弱勢團體 這代表我們庶民其實也可以做善事 做有意義的事 讓這一場 我們這一場私事大會更具有意義 所以我覺得大家都很 覺得很棒啊 大家可以去擺攤 又可以做善事 又可以做有意義的事 可以回饋給當地雲林的這些弱勢團體 我覺得很棒 我們不但有我的杏仁茶 當然溫山坡的魚丸湯也有 也要送嗎 也是要雲林碗 對 也就是要熱捐 我們現在不是用送的 我們是熱捐 就是我們會有一個愛心筒 那會放在前面 只要你來一塊錢也好 一百也不嫌多 反正都是無所謂 就算沒有頭我們也很開心 就是來這邊我們可以做善事嗎 那還有一萬顆的茶葉蛋 還有一個也 反正捐的很多啊 連甘蔗鵝都有 一百隻的甘蔗鵝 都有來熱捐 新竹也有魚丸湯也都是2020晚 大家都很熱烈 大家都想要來採取這一場省會 就是做善事 我們真的大家都聽著說 可以做善事 這樣做善事 我們庶民要的 我們照顧我們庶民 我們庶民還可以造勢 這一些弱勢團體 這是真的 這個很特別 就是你前面放一個 愛心的捐獻箱 等於就是說要投多少錢 大家就隨喜 可是這些錢丟進去 大家都是什麼 都是要一起來做公益 這個是不一樣 他們公益團體 他們也會開發票給收據給我們 證明我們也有做 這個比較 我覺得這個比較好啦 大家都可以拿到一張收據 證明我們是來做善事 不但是來這邊挺韓 挺韓市長回娘家 他們後頭這麼燒天 那也不可以漏氣 我們一定要拋掉 因為我們庶民要的就是 這一些庶民經濟 然後一個為我們 會發生的 為我們被發生的這個庶民 好 謝謝 謝謝新人哥 好 你看現在報名很踴躍 然後110個攤位 其實都已經報名都額滿了 這次很不一樣的是 特別要做公益 歡迎韓市長要回娘家 6月15號雲林見 龍介先生 這次看起來 也是很熱烈 雖然說雲林 大家想說雲林是偏鄉 可是你看這次說 說當地的場地可以容納3到5萬人 可是主辦單位 預估最多可以擠近20萬人 最多20萬人 應該是主辦單位 我想知道什麼人發佈 分林地交通比較不方便 其實我這次是辦單位 但是南部人比較熱情 是 為什麼那時候在開刀班 我就顧客人會很多 為什麼 因為新北跟台北 人口就多 人口多 好像接吻系統很方便 所以不用再勒書當中 擠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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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地方很多都是台北在地 因為南部人 你說叫他坐高低的坐遊覽車 畢竟遊覽 那遊覽車500台已經不得了 你知道嗎 那就是對南部看起來 中華 台東 分林 台南 高雄 屏東不定 所以這次辦的分林 就是說讓南部鄉親 因為南部在發燃這裡都有 台東發燃有 分林 再來後禮拜二里是台東 台東有哪個比較大型 因為台東人比較有密集 所以這是給韓國的支持者 大家來現場 用快樂的心 像在辦家人發揮 大家看到中華民國的希望 所以韓國的大火 大家是中快樂幸福的夢望 所以大家瞞不記得 十五 十五 好 最後一機會馬上回來 不過對於韓市長 他雖然看到現在韓家軍 都紛紛每週站出來要力挺他 但他強調一切還是要以什麼 要以市政為優先 如果當天真的下什麼大雨 很不希望看到高雄什麼問題 有什麼災情 可是還是要特別注意 因為他說治水 我們是盯得很緊的 希望市民一定要給我們一點時間 像高雄岡山 因為下雨有部分的路段積水 他也說了 他一定會想辦法找時間 一定要去看一看 當然也有人就說 你是不是這個路 本來不是才鋪沒有多久 怎麼又好像破工了 因為路又不平整了 可是有網友就說 你沒有看到嗎 下了大雨之後 這積水是很快就退掉 有淹水沒有錯 可是水退得快也是事實 這個淹水的情況 其實已經比以前改善很多了 難道這些人 你們都沒有看到嗎 我想麗娜玉 你在高雄你看得比較清楚 到底現在的狀況 治水有破工嗎 這一次我相信所有的市民 因為我們在高雄生活那麼久 每次下大雨什麼狀況 大家住在附近的人 有淹水地區的人 最清楚最了解了 所以今天如果說有一些地方 他有淹水上來 他退的速度是怎麼樣 我們怎麼會不知道 所以以這一次的狀況來看 譬如說鳳仁路那邊 本來會淹到大概1.2 以現在這個下雨的狀態 1.2公尺 但這次只有20公分 而且雨停了馬上就退了 以這種狀況來看 我們就知道 就說事實上這次的清暈 跟整體的這個 整個湘海土洞的狀況 事實上